由塔伦·埃哲顿主演的犯罪类爽剧正式上线 这部剧光是布什设定就一定会让你追完整部剧 更何况还有演技研直接在线的塔塔呢 他为了出演此剧疯狂健身 而且效果也是相当的不错 妥妥的猛男一美 已经看了两集的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 塔塔高中时期是名出色的橄榄球球手 但却因为交错了朋友而误入歧途 做起了贩卖面粉的生意 这天他和女朋友折腾了足足一醒 第二天起来刚喝了口果汁 不料这时大群佛波勒突然破卖路 佛波勒根本不给塔塔任何解释的机会 直接为其戴上了手铐 随后他们在塔塔家中翻出了大量的陷阱 面粉以及各种枪支 女佛波勒对塔塔说这种形式 最将不会有减刑的机会 而塔塔却满脸自信地说 她有很棒的律师团 然而他才刚进去没多久 身为警察的父亲却告诉他 因为塔塔的情况很复杂 他不但贩毒还私藏大量非法枪械 这使得律师团和他的父亲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捞他出去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 一定要在法庭上认罪不得狡辩 这样的话才会有可能是中档刑期 表现好的话两年就能出狱 塔塔对老父亲的话深信不疑 开庭的这一天很快到来 塔塔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然而法官的判决却让塔塔无法接受 由于贩孕面粉数量之庞大 持有非法枪械种位之多 这足以判处塔塔25年有期徒刑 但是因为塔塔如实刃罪 所以最终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并且没有假释机会 当法官落锤的那一刻 塔塔情绪瞬间崩溃 七个月后 佛波罗小美和一位老大爷来到监狱中探监塔塔 与其说是探监倒不如说是给塔塔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让塔塔免除所有刑期的机会 小美告诉他 他们看中了塔塔的社交能力 所以他们希望塔塔能够去帮他们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把他转到芝加哥最高级别的监狱 而那里正是用来专门关押精神病罪犯的地方 他们希望塔塔和其中的一个连环杀人犯成为朋友 并找到他杀害的其余13名死者尸体的具体地点 因为现在证据不足 如果再不找出新的证据的话 这个杀人犯就将会被释放 如果塔塔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那么他就会直接刑满释放 面对如此诱人的交易 塔塔当然没有同意 理由很简单 一旦被转到那所精神病监狱 他是否能活着出来都不一定 更不要说找出证据了 小美果断起身 并告诉塔塔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那么以后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事了 说完给他留下了一份资料便扬长而去 傍晚时分 塔塔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还是打开了资料 第二天 与塔塔关系不合的妈妈竟然来探见了 塔塔感到很奇怪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爸咋没来呢 然而妈妈带来的消息 便彻底让塔塔下定了转狱的决心 妈妈告诉塔塔 说老父亲因为塔塔入狱自责不已 前几天突然就话圈了 一会儿左手六一会儿右手七 说话语无伦次 现在完全就是个老baby 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塔塔进了监狱造成 妈妈又告诉她 爸爸活不到十年 如果塔塔一直在这里 甚至连三年都活不过 于是为了老父亲 塔塔通过律师主动联系到了小美 她决定搏一搏 或许单车就能变魔朵 我